来看到这次又是另外一起民众党的茶壶内风暴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现在全党都投入麦寮乡长的补选 但是现在爆出内斗疑云 台中市政顾问蔡碧如在5号的时候 对台中市议员江和树抱怨 遭到秘书长周渝修给社局 禁止他到麦寮辅选 更是放任支持者攻击他 因为他支持的是胡伟镇长候选人黄美瑶 强调如果一开始就知道要挺林家宏的话 他就不会挺黄了 不过对于这样的传闻 柯文哲现在缓家说只是误会一场 麦寮乡长补选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下乡Longstate 却也意外爆出茶壶风暴 你秘书长下命令说不准严禁菜皮肚去麦寮 我说现在有人在攻击我 去支持黄美 你又去帮他连击兵 韩粉来了 我告诉你我有跟地方党不报备 是你没有 韩院长的粉丝 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都不跟地方党想 那不是一直以来都这样 对没有我那天就跟他讲 我说这就是你先举事外的原因 蔡碧如抱怨被秘书长周玉修设局 整段对话却被江河树的麦克风 直播全程播出 助理试图盖掉收音 但蔡碧如活气来了 音量越来越大 我就是后来就跟他讲 我就说我有报备 结果呢好 现在你的小巢在那边攻击蔡碧 我告诉你 我要写一张衣服公开 身上一只卖客服 明明周玉修设局要出来讲话 他如果多讲一句话说 那主席有办 跟大家看一下 我还会去吗 不会嘛 因为十三号记者去投票 要投给王美瑶 力挺胡伟政长候选人王美瑶参选 蔡碧如强调早就报备过 云林党部也称中央下令 只要不传党员背心 或是以党公职身份 支持谁都没意见 蔡碧如呛被设局 让支持者以为跟柯唱反调 柯文哲缓夹是误会 但也定调就是支持林家宏 你有了解吗 这一定是误会的 我们内部讨议以后 其实我们跟这个林家宏是比较熟的 过去有一些互动 所以是这样啦 如果党中央还没有决策之前 当然就个人行为嘛 那如果党中央有一个决定的话 那当然就是照党中央了 所以我相信 蔡碧如应该也不会再去 跟王美瑶去站台 我倒觉得这种事情 不用大家意气用事了 没有啦 刚刚主席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这是从来就没有的事情 主席刚刚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嘛 这个党中央决定 我们一切就以主席跟党中央决定 全力支持林家宏 据悉民众党早在2月12号 就拍板要挺林家宏 也打电话告知云林党部 现在两方说法矛盾 蔡碧如嗆写公开信 要周渔修讲清楚 记者郭先生 蔡碧如 云林财访报道 现在民众党的前立委 蔡碧如意外在台中市党部 主委江和树 他的直播当中 抖出茶壶内的风暴 被外界质疑说 是不是遭到秘书长周渔修 给涉局了呢 好 时事评论员谢涵冰 现在就认为说 蔡碧如就是故意这样子讲给大家听的 他更是质疑说 柯文哲就是放任党里头的派系 彼此互斗 第一个啦 蔡碧如是故意这样讲的 那是很明白的事情 他就是要老娘不爽 就是要讲给你听 然后也让大家来听 现在民众党内好像分成几个派系 然后柯文哲好像放任这些派系 彼此在互斗 柯文哲你放任这些人彼此在互斗 越斗越激烈的结果 到最后就是 你自己这个小 不要说小草茁壮不起来 你的党可能会开始四分五裂 这个不是一件好事 对一个新兴的政党来讲 然后现在 对 你觉得麦寮你有机会 因为他说他上次麦寮 他在那边得票百分之三十三嘛 他个人得票 对 所以看起来就是一副 三足鼎立的样子啊 所以我派一个林怡峰去 看是不是能够选上啊 这种考量理论上好像没错 可是柯文哲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就是你因为这样子如果得罪了张家的势力 到底对你是好还是坏 我觉得柯文哲是不是要去清算 他不是号称智商157吗 你就算 第一个啦你去抢这个香草的位置 你充其量也不过三分之一 那如果柯文哲每一个考量都是 有机会我就去试试看的话 那其实他可能以为这样是在 茁壮自己的政党 其实不是哦 其实是在得罪所有的地方失利 他确定这样是对的吗 如果是这种玩法的话 那我觉得 我直接讲 那2026恐怕民众党会选得很难看 捷克智库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主任 杨亚玉他5号的时候 在这个社群媒体平台X 转发了捷克媒体报道的一件事情 好捷克当地的媒体指出说 大陆的军事外交官在3月中旬的时候 在布拉格这边跟肩骚扰了 访问捷克的中华民国副总统当选人 肖美琴 而这一名大陆武官为了尾随肖美琴的车队 甚至还闯红灯 差点引发了车祸 捷克外长为此召见了中国驻捷克大使逢标 并且表示正在考虑将这一名武官 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 并且将其驱逐出境 但现在蓝军就质疑了 肖美琴还没有想要就任 他就急着出访 难道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吗 准复总统肖美琴距离正式宣誓就职 还有一个多月 但在3月间肖美琴以私人身份世界啪啪噪 先是访问美国 又前往欧洲捷克波兰等国 肖美琴身份敏感 险些出事了 捷克媒体爆料 肖美琴3月访问布拉格 从机场前往市区中心时 遭到大陆使馆的车辆尾随 大陆外交官甚至闯红灯 差一点造成车祸 目前捷克考虑驱逐肇事的大陆外交官 对此外交部回应 捷克还在厘清案情中 但专家透露 违安漏洞关键在这里 如果他是正式的不远手 那国安局一定要去现场看所有的路线 所有的规划 那因为他不是正式的 所以他没有办法命令国安局 专家更质疑 肖美琴还没就任 就急着出访 执政党自己也该检讨 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也在紧张的时候 你让他去做这些 难免会伸出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情况 肖美琴为何非得敢在就职前出访 难道有不能说的秘密 就任之前去 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去呢 这恐怕是牵涉到 蔡英文所交代的一些秘密任务 我们跟捷克是没有邦交关系的 那请问一下 你到底去能够做什么呢 还是你们在私底下做哪一些图谋 我觉得不要随便出卖台湾 这样的紧张的情况去 显示他内部有很大的问题 要不然何必差这两三个月呢 肖美琴还没正式就任 没想到低调的出访行程 险些传出意外 也对国安问题引发争议 记者谢宏如王志恒台北采访报导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健康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